安逸寧靜 紅衣十檔 最外檔赤馬洪峰 全部馬不準備妥當 二場賽事四班1650米大熱 是五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埋便位置 插班生 中間信心滿滿 最出紅衣搶上去 赤馬洪峰 粉紅衣 天衣 無縫 淺藍衣 紅眼罩 珍珠鳳凰 第五位 內蘭 橙眼罩 營家輝 旁邊拍著他 還有黃寶 尾三位置 是安逸寧靜 後面兩匹馬 有型有福 天德暫時包了尾 接近12米斷柱 貼組欄 赤馬洪峰 插班生第二位 天衣 無縫三搭 外面粉紅衣 第三 守住內蘭第四 還有營家輝 中間第五位的馬 還有信心滿滿 外面珍珠鳳 黃紅眼罩 第六位 再馬嵐中間 黃衣 黃衣 尾四 是黃寶 內蘭 安逸寧靜 後面兩隻 有型有福 包了尾 仍然是天德 去到對面 直路中尾段 前面還是赤馬洪峰 貼欄放 插班生在外面 最出眾的天衣 無縫 粉紅衣 第三位 第四位 賣便 橙眼罩 迎家輝 中間紅黃格仔衣 信心滿滿 外面紅眼罩 第六位 珍珠鳳王 後面四隻 安逸寧靜 黃寶 尾位置 黃衣 紅帽 有型有福 暫時包尾 仍然是天德 差不多轉彎 直路 前面赤馬洪峰 仍是佔先 天衣無縫 粉紅衣 向最出那邊 裡面偷威箱 仍是迎家輝 在馬嵐中間 就是插班生 正在退 大愛當 就是黃寶上來 不過一直是滿腳內閃 最後一百米到 赤馬洪峰 仍是佔先一角身位 黃寶逐步 逼近 黃寶外面追近 埋遍赤馬洪峰 終點那一步 埋遍赤馬洪峰 都是道線 黃寶第二 第三名的馬 是那隻盈家輝 第四 安逸寧靜 結果這場賽事 都是把握到頭段 這隻赤馬洪峰 放在前面放 黃寶跟屍閘一樣 都是不換腳內閃 第三名迎家輝 第四名就是安逸寧靜 赤馬鴻鋒再一次贏黃寶 5號的赤馬鴻鋒潘頓 勝出的最後是3.6倍勝出 第二名是黃寶莫雷拉 第三名是迎家輝田坦安 第四名是7號是安逸寧靜 楊家俊 最後階段是2號還熱過5號 不過這條打2Q都順利開出 都回到很多,6.1倍 這條Q 潘頓主動 反而莫雷拉今天用一個 再留後一點 和你霸一段但追不及了 最好的 最好的 通知 多久 最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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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又是一场控制得相当之好分段时间的潘顿 大家看到它做出来的时间和标准时间近乎一样 刚刚这隻赤马虹峰的军速大步走 它不适宜按得太慢 循来影片看回来 但我当作是赤马虹峰 接着它来南刷新刷 买了一些急 所以不能够抵出2搭 再抵出天衣无缝出3搭 中档第四是失望点 那只信心满满 走外面是珍珠鳳凰 帖兰仁嘉辉 后面那4个 黄宝 安逸宁静 有型有福 包尾天德 到尾尾都追回一点点 这场捕捉都很正常 3年和标准时间一样 最多都是相差零点质 都一再赞 潘顿做捕捉就真的很准 和标准经常都上落不远 今天感觉很漂亮 虽然有马拍在坊 但它还回来顶到尾 仍赢了潘顿的操控流方 其他马虹 就黄宝都OK的 因为它以往试过后标都可以 它是异烈有遮挡 都加速回应有追劲 反而失望点 信心无闷 今天跟前有遮挡 都不是很抢口 但直路打开 它又不是很充 看看赛后报告 验不验了什么 安逸宁静 安逸宁静 游啊游啊 真的游都卖难了 不过就不是黄金包三位 一次那条难 真的0四跑回高一点 都叫追回第四 其他马虹 上回仍然不赖 就赖了 也真的早点 拿回黄金包双位 直路其内 都斗充输了 这些都无中很远 也真的拍对了 这次 其他马虹 也不是特别出的好 第二場賽事都複榜完畢 位置Q派彩二答五派25.5 一答五派40元,一答二派32.5 三選一派彩,勝出組合是A1隔夜熱門派17.5 二重彩五號二號順序派75元 四連環,一號二號五號七號派394元 四重彩,五號二號一號七號順序派3725元 馬寶,頭關五號尾關五號派73元 頭關五號尾關二號派17.5 分斷時間,頭段27秒8,第段24秒06 第第三位14秒二,末月23秒35 賽事完成時間,1分39秒41